你這傢伙 怎麼坐這兒啊 這次我們在山洞裡 也算是歷經生死 就當交了個朋友 你怎麼了 是不是哪裡還沒有好 你在那山洞裡照顧我 救我 我很感激 這份恩情 我來日一定會報答 你要報答我 你想怎麼報答 我 我來日 一定 你要真想報答我 那不如投奔我們聖教 好過在清漁門當一個廚子 我是堂堂正道弟子 不可能與你們魔教為務 正道 你們正道造的孽可不比我們聖教少 正道怎麼會造孽 魔教才是罪孽深重 當年正魔大戰 你那些神仙一樣的祖師 可是對我們毫不手軟 連老若婦如都不放過 胡說 這些都是你們魔教所為 你們才殺人一役 生靈圖炭 這是你親眼所見 還不是你師長胡說 那你 又可曾親眼看見 我們聖教從不怕詆毀 要是真做了 就不怕人說 算了 我們這麼爭也爭不出結果 誰和你爭了 你們這些狗屁正道 就只會裝表面光鮮 我 我給你 指出名龍你不走 你 去你的正道人事吧 他日再見 我第一個掀取你人頭 你 師妹 師妹 師父 我說過多少次 修行必須身心合一 全神灌注 弟子知錯 請師父責罰 責罰若有用 何來迷途人 我 不知道師姐怎麼樣呢 請問查幾點可 喝完好收入 累死了 來來 老本 上壺茶 小兄弟是青雲門下 飲的茶 你 你怎麼知道的 此處離青雲門不遠 小兄弟又神衝氣足 舉止沖淡 想來閣下 必定是身懷絕技之人 先生竟能一眼看出 好嘞 佩服佩服 相逢就是永遠 可願被在下共飲此茶 請問小兄弟尊姓大名 不敢 不敢 在下 張小帆 年齡大了 走不了長壽子 還未請教先生 我姓萬 草字人亡 萬人亡 雖千萬人 五王也 來 你茶代酒 果然爽快 小兄弟 在下雖是俗人 幾十年來仙道之書 卻字字鑽研不少 我看你的這件法寶 就非同凡響 冒昧求救 這件法寶上 可有你的精血 閣下何出此言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這法寶 應是兩件其真合而為一 小兄弟或許不知道 你這棍上的珠子 本是魔教聖物 乃魔教祖師 黑心老人的遺物 是血珠 是血珠 這棍身煞氣內斂 直射人心 胡叔說他 乃具九幽英靈力破裂之 名為射魂 不可能 難道 我有說錯一個字嗎 怎麼 怎麼會這樣 我是青雲門下 怎麼會用這等邪物 邪物 聽聞貴教有一鎮山至寶 威力其大鎮骨鎖進 千百年來所殺生靈不計其數 方經天下殺生之多 煞氣之重 只怕再無他無可比呀 諸賢為我正道至寶 所殺的都是魔道妖人 魔道妖人 就不是人了 我問你 世間萬物 十字赤陽猛虎伯兔 同為聖靈彼此殺戮 他們之間可曾分什麼正邪 是 但是 正道殺人 邪道也殺人 為何人殺人 就能分出正邪了 你 你究竟是誰 小兄弟忘了 我只是尤利庭下的凡夫俗子 萬人亡 你 你是不是魔教妖人 你以為你騙得了我 你 你說的那些都是歪理 至少我管或許是血魔之魔 但我用來斬妖除魔 便是正道 我萬幸無愧 便如你所說的我門中骨劍出現一般 你騙不了我 你騙不了我 此人來去無盈 卻非等賢之輩 總是邪道之物 我行正道之事 宗主 這小子 這少年性子倔強 心智堅定 倒有幾分我當年的模樣 他若是有什麼動向 隨時向我報告 是